菩提道次第略论 诸位法师慈悲 诸位同学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首先请大家发起菩提心 为了立一切如母般的友情 而来听闻此法 同时能够如理如法听闻 各位请翻到讲义276面 我们看到卫三 诸所言后应如何行分二 这一段 那我们首先翻到前面的表十一 科幻表表十一的部分 表十一就是子二 特学后二度之理 那就是神摩塔跟匹伯舍纳 那在这个当中的这个丑六 个别学习之理 当中的这个卯二 一笔修学神摩塔之理 那神摩塔的修行的方法 包括加行跟这个阵行 那么这是第二个阵行当中的第二段 正式修习之之地 那么这是整个修师摩塔的一个重点 就在这一段 那这当中 这个分为两段 五一 生无过三末地之理 先说明这个修行的内容 那这五一分为三段 第一段第二段都是说明 你在还没有进入所言境 心还没有安定下来 或者呢 心刚刚安定下来 要怎么做 这个我们都介绍完了 我们现在介绍的是卫三 助手言后应如何行 就是说 你前面已经开始正念 安住了 那么这个叫做助手言 那么助手言之后 你接着应当怎么做呢 那这当中分为两段 生一 这个生成调是应如何行 就是说如果 有昏诚跟调局的时候 该怎么对质 那生一当中分为 这个两段 有一 修不知成调是对质 那就是说 怎么样这个对质的方法 那乌一 乌一呢 首先当然觉得成调是像 你要治病 当然你要先认识这个病 如果说我们并不认为它是病 我觉得还挺好的 那这个就病就没办法治了 所以要对质成调之前 当然首先要介绍什么 是成调的相状 好我们回到讲义的276面 那这个当中 乌一 觉得成调是像分为两段 第一段 觉得成调的定义 那 第二个呢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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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觉得成调的定义当中 第一个是觉得调取的定义 第二个觉得沉默的定义 那第一个觉得调取定义当中 分为三段 第二段依据 好 这个 这个所依据的经论 调取 如 极论云 何为调取 心谁可爱 相转 此属贪分 心不及尽 仗旨为业 那这个极论 当然 它是个权威的著作了 所以就是 中大师就是以这个 为依据 那这个 何为调取底下 分为三段 心谁可爱 相转 这个是所缘 调取的所缘境 此属贪分 心不及尽 这是形象 行走的形 那个 相状的像 形象 它的形象是 贪分所收射的 那 作用 仗旨为业 这个是作用 那其实这个 定义 跟预切派的经论 当中定义都差不多 像 各位要看 那个成文式论 里面 它以预切的经论 定义也是一样 差不多 像各位过去 如果学过 白法明门论 都有学 白法的性业表 对不对 也有学这个 调取的性 是什么 那么业是什么 性的话 主要都是 谈分所收射 这个 这个都差不多 那么业呢 仗旨为业 这个 原文字上会有点不一样 但是呢 内涵都是一样 看第二段 调取的所缘形象和作用 三者的差别 就是 第二段开始来介绍 这第一句话 始终有三 一 所缘 月一 可爱之近 这当中有三段 就是调取的 所缘近什么呢 我们心中认为 乐意 乐意就是说 会让你心中感到 很快乐的境界 比如说 我在那个地方 打坐用功 突然 想到 昨天 我到台中市 去逛 什么东西 感觉特别好吃 什么事情 看起来 什么特别好玩 在那边想啊 想啊 那个境界 可以让你感觉到快乐 成为乐意 那当然 它也就是 你认为的 可爱的境界 当然 每个人 每个人 乐意可爱的境 那就不一样了 那这个就是所缘近 打坐的时候 心里想到 这个 他认为 可爱的境界 看第二段 形象 心不极近 向外流散 为贪分故 以近身 贪爱 向而转 形象什么呢 就是 内心的活动啊 面对这个 可爱境界的时候 他内心 是什么状态呢 心不极近 因为心已经 已经忘事 手缘近了 那就不极近 然后向外流散 向了 向了外境 流散出去 就像那个 那个水坝 那个破个洞 那个水 那个绝地一样 还是流下去 为贪分故 这个 他这个主要的 这个心所 内心是跟贪烦恼相应 这个 贪身吃慢疑 这是五种根本烦恼 那么这个是随烦恼 调集是随烦恼 那么这个随烦恼 它的本质呢 是跟贪 相应 那么对境界 生贪爱 向而转 就是说 我们讲 所对的境界 是可爱的境界 那么能对的心 是跟贪烦恼相应 那么贪那一部分 这个 在这个里头 就想到 这个逛街 很有趣的事情 或者想到 世俗一些 一些很有趣的事情 很好吃的东西 在你的心中 因为过去 不断不断地窜息 比如说 有的人 在家喜欢看电影 然后呢 刚出家 还会想到过去 看电影的那些情节 那因为这个东西 是在你 阿赖也是里面不断地窜息 那影响特别深 那窜息久了之后 那 对他这个有很强烈的 贪 贪烦恼 那这个时候 在静坐当中 就突然现前 现前了 那 这个就是调局 调局的这个形象 这看第三段作用 三作用 张爱奇心 安住所言 这个很容易理解 有调局 的话 心就安住不了了 那么不要说什么 不要说这个心 打坐心很散乱 根本连打坐的心都没有了 第三段 调局如何障碍心 安住在所言上 心住内所言时 由贪色生等之调局 立心无法自主 与彼等近 牵引其心 使其散乱 这个等于是 钟大师的 再进一步的 这个详细的描述了 怎么样 障碍的过程 就是心 你原本安住在 内所言进 内在的所言进 比如说 你心中的佛号 这是你心内的所言进 你本来心是安住在 心内的 这个佛号所言进的时候 因为他爱过去 所窜息的 色生等等的 可爱的境界 的这种调局 因此之故呢 让心无法自主 那个内心 跟贪烦恼相应 所以控制不住 那么与彼等近 彼等近指的 就是那些可爱的境界 那些 那些可爱的境界怎么样呢 牵引其心 他的心被一些 可爱的境界 牵过去了 那么使其散乱 使这个内心散乱 那这个 这个文明很容易理解 那底下 再引一段文 来证明 如颤赞云 如远神母他 令心助于弊 或所令离弊 为贪尽神迁 那么在 这个古代 有位乐居士 他所做的这个 颤赞里面 他说啊 如远神母他 这个如的话就是 可以说如的 如的随胜 随胜的经论 或者随胜的 师长的教授 而来圆 来圆这个 舍母他的境界 这个叫如圆 舍母他 如与经论的教授 而来圆 舍母他 然后呢 这个时候 令心助于弊 使令我们的心 安住在 弊所远近 这是修舍母他的境界 医的教授 然后呢 将我们的心 安住在 这个教授当中 所指引的 舍母他的境界 但是呢 或所令离弊 这个当中 会常常会有 种种的烦恼的绳索 这或所 就是烦恼的绳索 把我们拉 离开 这个索言禁 为贪尽神迁 在这些祸索 烦恼的这个绳索当中 其实最主要的 还是以调取的 这种祸索 这种烦恼绳索 最多 所谓祸索 令你比 为贪尽神迁 他意思就是说 我们在静坐当中 会有很多的烦恼 牵人我们 令我们心流散 而这个流散当中 最主要的这个力量 还是调取回主 这句话什么意思呢 我们都知道 各位要学过 白法迷门论 各位都学过 有这个散乱 调取 不正知 等等 很多 很类似的 类似的这种形象 类似这种 向外流散的形象 思念 或者不正知 这种种 这种 这种形象 那么 这当中 这个我们先讲 这个散乱跟调取的差别 那么散乱跟调取 我们各位要学过 白法迷门论 各位都学过 散乱跟调取 那么 散乱是 这个一心多静 那么调取是一静多心 这个各位都学过 那我们现在 我们现在 再从另外一个角度 来做这个 这个差别的介绍 这个调取的话呢 它的本质是跟 贪反饱相应 比如贪爱 饮食 贪爱 男女色 五欲等等的 那么在这个境界上 不断不断的 这个流散 这个叫调取 那么散乱的话呢 它的本质 不一定是贪的境界 比如说我现在 本来在念佛 我念了一半 突然想到 关于菩萨 然后在归一会 然后又想到 地藏的菩萨 然后又想到 我要去助念 你想的事情 可能也是一个善念 但是呢 它不是你的所远近 所以叫做散乱 那么还有我们刚刚讲的 这个失念 不政治等等的 这些 我们就不一一介绍了 那 为什么我们要介绍 这个散乱 跟调取这些的差别呢 就是说 在我们心 所有向外 散动 流散的心当中 其实最主要的 还是 为贪尽成千 最主要的 还是调取 就是说 我们讲的简单 就是说 我们在打坐的 用功的时候 或走过超红课的时候 打妄想 那么一般会 牵引我们的心 比较厉害的 就是我们所 贪着的境界 那么使我们在 一进多心 在这个境界上 不断不断地去攀岩 比如说 在打坐的时候 突然想到一个什么 很有趣的事情 那么想着想着 甚至以前 我们的佛学院 有的同学 想着想着 在这边打妄想 想到面带微笑 很快乐的样子 那为什么 就是 大部分 我们心中的流散 大部分的情况 还是掉许多 跟贪烦恼相应的 掉许多 其他散乱 不正知 等等 思念等等的 那个 其他的还是 相对来说 还是比较少 所以呢 这个就是我们 解释 为贪尽行迁 我们无量解采 这个窜息的贪烦恼 它是很厉害的 观音我们今天要讲的 这个调局 散乱 还有后面会讲的 什么沉默 那个沉默 昏尘等等的 这些都牵涉到 这个白法民门论 等于那些新手 那些随烦恼的新手 那我想 千亿法师慈悲 下次在研讨课的时候 可以跟大家再复习一下 这些相应的 这些相应的新手 包括 这是负面的 包括白法民门论 里面有一些 像跟 善功德有关的 这个行舍 像 这个跟禅定 有关的这些的新手 也顺便跟大家介绍一下 因为我们在 在这个 这个 广论当中 他会常常用到 这些 这些新手 会介绍 所以这个 你要修行 真的还是要学习教理 尤其是这个 这个维世学 这个白法民门论 这个最基本的 是真的要学 要不学的话 有时候 我们 在烦恼当中 我们都不知道 接着看到 第二段 抉择沉默的定义 因为无读中 那第一个是 抉择调取 调取就是心 跟贪烦恼相应 活动太厉害了 躁动不安 第二个 我们现在要抉择 是相反的 沉默 心太沉疾了 那么 的情况 那沉默 事实上有分 粗细的差别 那么 我们再一一介绍 定义分五 第一段 反而沉默和昏尘 混为一谈 这与经典相违背 我们会觉得 这个心很沉默 那么 它就是昏尘 那么 所以也就是说 我认为 我要是没有昏尘 我心很清楚 我要是没有昏尘 那么 我的心 就是跟正念 就是跟禅定相应 那事实上不是 没有昏尘 有可能还会有沉默 所以 一般的人 这个是中大师的大智慧 他把那个沉默跟昏尘 把它分别出来 有人以为 没有昏尘 就是正确的 其实不是 没有昏尘 事实上还有个沉默 还有个沉默在 我们看这个文 沉默 沉默呢 在这个翻译 从印度翻译到那个藏文 好的 这个译文当中 那么有人翻译成那个 退默 就是说 不管藏义中义 有时候都翻译成 有时候翻译成退默 或者沉默 那么 这样的翻译 都有的 不过 这个地方 他倒是没有 中大师倒是没有进一步讲 这个沉默跟退默 两个有什么差别 但到后面的时候 后面的 略略后面的文 会再分别一下 这两个 还是不太一样 有点微细的差别 当然我们慢慢讲 先不讲那么细 先讲沉默就好了 先不说退默 沉默呢 那么于此 有人承许 承许就是有人认为的 有人定义 有人认为 当你安心 安住在所言尽 而不 而不闪于处 那么这个是心 但是呢 这个心中 不明成的这个 昏成为沉默 那么这个事情 是不合道理的 就说啊 有的人把这个 这个 昏成 他就说 有人把昏成 定义成 应该是 有人把沉默 定义成昏成 就说 这个有人 有人以为 什么是沉默呢 就是你的所言 已经模糊不清了 甚至已经 这个快没有了 这不明成的昏成 他以为这个是沉默 其实不是的 那个是叫昏成 但是在昏成 在昏成之前 还有一个 比较浅的状态 他所言尽 也还在 并没有到昏成的情况 所言尽还在 但他是沉默 所以 你不能把昏成 那个 定义成沉默 因为你要定义 把昏成定义成沉默的时候 你就没有办法 分别这两个的差别 你有可能就会在 沉默当中 而不自知 所以说这个事情 是不合道理 也就是说 昏成 是一个新锁 沉默 是另外一个新锁 这两个是不一样的 要分清楚 下一段 因于修士中篇 与解身密经中说 从昏成 生沉默 在这个 修士中篇 这个是藏传的 这个经论 还有解身密经 我们汉地也有 当中都有说 由昏成 而生起沉默 也就是说 昏成是个因 那么会生起 沉默的这个果 所以之间的 实际上是有 它的因果的关系的 那怎么说呢 我们先讲昏成 昏成 我们就根据 那个预期的论点 来定义 就是说 身心出众 没有堪能性 就像那个老人家 他这个手 没有力量 拿这个杯子 或拿重点东西 拿不起来 这个叫做 没有堪能性 那我们的心 因为这个 很粗重 可能身心 这种原因 不调了 身心的粗重 使得这个内心 的堪能性 很差 所以这个索颜镜 已经抓不牢了 这个叫昏成 那么当你 索颜镜 抓不牢的时候 这个情况 如果比较浅的话 就变得沉默 所以也就是说 为什么昏成 为什么说昏成 生沉默 就是这个道理 就是你昏成 因为你是说 维系的昏成 你一点点 很维系的昏成 你不知道 你的索颜镜 你对索颜镜 直实力 已经没有百分百了 但是你没有警觉性 那么 因为这个因 所以当然 就会 感应到沉默的 这个心 对于索颜镜 不是很清楚 但是我们要知道 沉默跟昏成不同 昏成也是 索颜镜不清楚 沉默也是 索颜镜不清楚 但是程度上不一样 沉默的时候 你索颜镜还在 而且可以说 可以说 可以说还有六七成的 还在的 但是呢 已经指持力比较弱了 那当然如果索颜镜 灰蒙蒙一片的时候 那就是真的是 很严重的 粗重的昏成了 所以这个 昏成成沉默 这个道理 也就是说 当你的心 指持力不够的时候 你就会生你沉默 所以 有这样的因果的 这个关系 下一段 极论虽与说 谁烦恼之散乱 时论即沉默 然而彼处所说 散乱 亦有善性 故非定为烦恼之相 在极论里面 在介绍这个 随反而散乱 的这个 象状的时候 那么 介绍这个随反而散乱 这个象状的时候 也有 顺便谈到 这个沉默 然后 等于说 这个沉默 是属于散乱 的一部分 不过我看 昂瓦朗其实看不得 注解 他说 这个地方所说的散乱 并不单只是 并不单只是 那个白反明门论 当做那个 散乱的心所 并 这个 不过 这个就是说 这个我们再 先不说那么细了 就是说 心往外流散的时候 那种散乱 那么 沉默 那么 散乱也有善性 我们刚刚讲嘛 什么叫散乱也有善性 我心在念佛的时候 我突然想到 我待会 要去大聊工作了 然后突然想到 大聊工作 或者我心在念佛的时候 突然想到 我待会 念完佛之后 我要去 阅读什么经典 那 你想到大聊工作 未功未重 或者呢 你想到待会 要去阅读什么经典 这个本身还是善性的 不像 调局 调局 所谓调局的话 它的本质就是贪烦恼 我想到一些可爱的 无意的境界 那就生日是贪烦恼了 而散乱 只是说散到 所缘性以外的境界 有可能还是善恋 所以散乱 亦有善性 那么 所以 说散乱也有善性 什么意思 就是说 沉默跟散乱一样 那么它有善性 有可能是善性 有可能是无际性 就是说 它这个在所缘境的 这个支持力 已经 不是很清楚了 那么但是呢 这个时候 有可能 还是有善性 因为它所缘境 多少还在 所以还是有善性 那么或者 或者呢 再严重了 沉默就是 沉默是无际性 那昏沉呢 是跟 这个 不善的心索 跟无际相应 这个我们要检测 两个心中 可能都会带有一部分 无际 一部分无际的心索 各位要学过白法 就知道 这个随反脑当中 可能里面带个 两种 可能会带有 两种不同的心索 像昏沉 沉默跟昏沉 都带着 无际的心索 但是差别在哪里呢 沉默 它是带着 善跟无际 那么 昏沉是带 不善跟无际 的心索 所以呢 这个也就是说 从 这个从 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 昏沉跟沉默 是不一样的 昏沉是带 不善心索的无际 那么 那么那个 沉默是带 善心索的无际 那不太 那这两个不一样 而且我刚刚讲 还有因果关系 因为昏沉 而生起这个 这个 而生起这个沉默 所以 也就是说 这个段的总结 就是沉默跟昏沉 是两个 不同的心索 不要混为谈 不要混为谈的时候 你没有昏沉 并不代表 你就没有沉默 就要搞清楚 好 我们看第二段 介绍 昏沉与沉默的不同 以及一句 刚才是说 跟经典相 相违背了 解身密经 极论等等的 这些菩萨 所造的论点 相违背 那接着 再进一步 介绍这两个差别 昏沉 极论 及据舍论 是云 是愚痴分 令其 身心沉重 无堪能性 先介绍昏沉 根据 举论 或者据舍论 是 说它的本质 是愚痴的一分 所以我们刚才讲是 昏沉的本质 是不善 跟无忌 各位看那个 白反明明论的 信也比较知道 那么 昏沉的一部分 它有愚痴的一分 那么 另有修行的 身心沉重 无堪能性 所以堪能性 就是说 它能够随心所欲的 去做 它想做的事情 叫堪能性 比如说我现在上课 我能够专心的 听法师的讲法 当中没有 任何的散乱 没有任何的 没有任何的 这个散乱 昏沉 那么这个叫堪能性 就像一个人 很有力量 这叫堪能性 而昏沉的时候 昏沉的这个 本质 就是失去堪能性 这是第一个 昏沉 所以它本质 本质是 愚痴的 带有愚痴的一分 痴心所的一分 所以为什么 为什么打坐 前面有讲到 打坐 老是这样 昏昏沉沉的 到最后 越做 越愚痴 有的人 你看他 整天用功 但这个人 好像越来越顿 通常越来越顿 但是他那个顿 并不是说 像那餐厂 很用功的人 他身心完全安住在道上 对外心不分别 不是那个顿 是 内心也顿 对外心的分别也顿 那个就是 昏沉的一种 等流息气 就像一个人 常常喝酒 一个人常常喝酒的时候 他就算不喝酒 他头脑也是 昏昏顿顿的 酒精伤害 头脑也是昏昏顿顿的 一样 所以一个人 通常是老餐 老餐修行人 有时候他很用功 然后他一直有时候 一坐下来 就是昏尘 打瞌睡 然后他坐 也可以坐很久 然后最后 他变得 他白天的时候 也是头脑不清楚 因为他平常 打坐的时候 就是昏尘 无堪能性 他那等流息气 会渲染 所以平常 会带到 平常生活当中 平常生活当中 也是一样 就是那个息气 所以你看 那个安那利尊者 听佛陀在 说法的时候 打瞌睡 佛陀不就喝着他吗 舵舵如河睡 螺丝半壳类 一岁一千年 喝着安那利尊者 所以这个昏尘 赤心锁 那么以后 变成那个畜生道 螺丝半壳类 所以有的 有时候 这个修行 不善巧 方法不对 用功的时候 老是昏尘 然后也不觉得怎么样 就有的人 他只是说 他就是 他只是注意 他只是 看到 我每天都在行门上用功 我每天打坐的时间很长 他就看到这一点 结果呢 常常是跟 痴心锁 昏尘这种痴心锁 相应的时候 他有时候修就可能 下辈子便出生道 因为是 鱼痴跟无忌的一分 昏尘 这个昏尘是特别明显的 我们比较容易了解的 就是那个 就是那个 所人性已经不清楚了 无堪能性 接着看到沉默 沉默 心之所缘 知识利缓 不能明见 仅值所缘 虽故虽有成分 然之所缘 不胜明昔 即是沉默 沉默是什么呢 心直持这个所缘 尽的时候 知识利缓 这个重点是 这个利缓 还没有说 上那个昏尘那么严重 只是利 比较缓 但是还在 所以呢 不能够明见 仅值所缘 明见就是说 他那个明分有 这个我们要 我们要 我们要知道一个关键 就是这个 沉默的时候 还是有明分的 但是已经 没有很 没有说百分百的明分 可能只有六七成的明分 不是很强的明分 所以叫不能明见 那不能仅值所缘 这个是助分 因为你没有明分 相对助分也差了些 但这个只是利缓 我们要强调 所以事故 虽有成分 成分就是说 这个心的沉浸 心的沉浸 所以能够明了 明了照见 所以这也是明分 虽然有一部分的明分 然之所缘 不胜明气 那么 这个是沉默 那么这个地方 我刚刚所介绍的 我刚刚念的这段 是属于这个细分的 这个是属于这个细的 细的沉默 那后面 大家会介绍那个 粗的沉默 粗的沉默 是它的明分 几乎是没有了 那个叫粗的沉默 看下一段 修是装偏云 若是如芒 或是有人 入暗时中 或如闭目 其心不能明见所言 而是因之 已生沉默 未见于大论中 您说沉默之相 那这个地方 我看那个日中仁波 一些注解 他说这个地方 是在介绍 粗分的沉默 那么粗分沉默 就是我们刚刚讲 它已经 几乎不太有明分了 可能 可能占一两成了 那么这个时候 举三种批语来说明 如芒 将眼睛瞎掉了 看不见 或者第二个批语 如有人 入暗时中 第三个批语 如闭目 那么 但是底下重点 其心不能明见所言 这个重点 各位看到 不能明见 不是不见 要不见的话 就是昏沉了 你有否念 念到最后 你要哪都不知道 甚至最严重的 念到流口水了 那就昏沉了 那么 这个不能明见 所言 这个不能明见的话 就是说 那么 这叫沉默 那如果是初分的 我们初分的沉默 可能只上 所言进可能只上一两分 那么细分 有一点的细分的沉默 可能所言进还有五六分 差不多这个意思 但是呢 在沉默当中都是一样 共同点 不管初期的沉默 都是共同点 都是有注分 他心很安定 那么如果是昏沉的话 可能昏沉有时候 连注分都没有了 因为整个所言进都没有掉 整个昏沉了 其实实力都没有堪能性 那是昏沉 那么沉默是还有注分 这一点差别 所以未见于大论中 您说沉默之相 那这个 在很多的预期的论点当中 并没有很明显的说出 把这个沉默这个项的标出来 但是事实上 虽然是经论当中 没有明显的标 但是中大师看到 这个是修行人 一个很大的问题 老参修行人 一个很大的问题 我相信各位 要是平常打坐 各位都知道 这很容易 很容易犯的 昏沉当然我们都知道 昏沉已经所言进不见了 这个大家很容易知道 那么沉默呢 你的所言进 比如说念佛 心中的佛号还在 但是已经 继续立缓 已经不是很清晰的 那么 不清晰的程度 当然 每个时候不一样 但这种情况 确实我们常常会有的 那么这个就是沉默 看第三段 不仅如此 沉默也有善法 所以昏沉不同 沉默中有善与无疾二种 昏沉则是不善 有负无疾任意 为之持分 沉默当中有善跟无疾 两种心所的夹杂 各据一分 为什么是善呢 因为它所言进还在 只是说 只是说没有百分百的债 但所言进多少还在 所以还有善的一部分 但是有一部分是无疾的 因为只是立缓 而昏沉则是不善 那么它是属于有负无疾 的任意 所谓有负 这个负叫烦恼 那么 这个烦恼就是什么呢 这种烦恼会障碍胜道 所以叫有负 但是呢 因为这种烦恼本身是比较 比较淡的 所以不会感召到 这种果报 所以称为无忌 那么这个有负无忌 不善的话就是说 它是吃心所 那么有负无忌 这个是另外一个新锁 有负无忌的新锁 那么我会去吃分 当然有负无忌相应的新锁很多了 各位可以上佛业词典去查 也都知道了 那么总之呢 它是跟不善 跟无忌相应的 那么沉默是跟善 无忌相应的 那这两个 我们必须要检测 第四个 第四段 灭除沉默 要有明细分和谨直分 明细分就是明分 谨直分就是这个助分 诸大经论 说除沉默 需求佛生等欢喜静 那在很多的 大的经论里面都有说 要去除内心的沉默 那么需要修这个佛生 等等欢喜的境界 那就是观察佛上的 佛的身上的 这个庄严 让内心带动起来 因为内心太沉了 变直视力弱 那么太沉了 所以就把心给调动 调动起来 那么说 这个是观察佛生 等等的欢喜境界 或观影像 我们后面会介绍了 那么立心高昂 这是个对峙 这个对峙后面会介绍 那么 故心不明其境 如现昏暗 这个是说 如果是初分的沉默 或者心直持力弱 或者细分的沉默 初分的沉默是 已经那个昏暗 这个索颜境 已经可能只上一两分了 不清楚了 那么如果只是直持力弱 这是细分的沉默 不管初分细分 都要除灭 灭除了 那么 使 而 使我们的心呢 在这个索颜境当中 具处明晰的明分 和紧直的注分 这两者 这看第五段 对于沉默 容易产生误解 所以要依照 修辞论来认识 调取意之 然于诸大可信经论 皆为明说沉默 困难了解 然即重要 因意误解 此为无过之三谋地 调取很容易了知 内心跟贪反恼相应 想的 想的某一件 某一件 内心所贪持的境界 这个很容易了解 至少你事后能够知道 事后回忆一下 我刚才是在调局 这个容易了解 然而呢 一切的 诸大可信的经论 所谓可信的经论 就是说 这些 就是说佛陀所说的这个经 或者大菩萨所造的这个论 这是可信 可为依止的经论 像明乐菩萨造的论 五卓菩萨 天清菩萨造的论 等等的 都没有明说 沉默这个相状 所以很难以了解 确实是不容易了解 这个我看这个 关于这个宗大师讲到 这个沉默这一段 我前前后会看了好几次 也是 确实是 很细 沉默跟昏沉 那么它的差别 我刚才讲的 在哪里 那么沉默还有这个粗的 还有细的 这个差别 我们刚才讲沉默跟昏沉 主要沉默是善跟无忌 昏沉 是不善无忌 这是一个 再来呢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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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明分跟住分来说 这个沉默是明分跟住分都还在 昏沉可能明分跟住分都不在了 好 然后明分的差别 那么 这个沉默当中虽然都有明分 但是呢 有粗细 粗的沉默明分 上一点点 那么细的沉默 那么明分还多一点点 但是呢 明分都不够了 不到 所以不够就是不到你平常正常的情况 不跟别人比 跟你平常过去正常 正常情况来比 那么都 都比不上了 那么这个 这个是沉默的这个象状 所以我们去体会一下 这个沉默 这个是我们平常修行的时候 很容易会有的 你觉得说你现在精神还好 你觉得你的心还在所原定上面 但是事实上 已经是沉默了 只要你后面 我们后面讲 只要你没有政治去检查的话 没有政治检查 那往往就很容易落为沉默当中 尤其 像 那个古代 那个参禅 参禅的 吉尼佛的也都是一样 都会强调 无分别住 强调无分别住的时候 也就会忘记 去检查 政治检查 你只要不政治检查的话 因为凡夫 你还没有得到禅定的心 一定会入于沉默 只是出息的差别而已 这个可以说百分百的都会有的 所以 几个重要 因为为什么重要呢 亦误为 误解词为 无过之沉默地 事实上这个时候是跟 初戏的沉默相应 但是你会以为 这个时候 还是这个时候 已经在定中了 因为他这个时候 这个时候有明分有注分 跟沉默地很像 事故 因如修士论中所说 于体验上详细观察而求明辨 所以呢 应当如同前面这个修士论 当中所说的 这个是 这个是这个属于这个论点当中的 圣言量的依据 还有呢 于体验上 你依着论点 这个是观察 我有明分有注分 但是明分已经不是像我 精神最旺的时候的 那个状态 已经不像我最专注的时候 那个时候的状态 明分已经刺了一点了 你去体验一下 然后详细观察 而求明辨 所以不要以为 我现在没有 没有说昏尘 试掉所言经 没有 没有说试掉所言经的昏尘 我就是 无过三抹地 不要有这种错解 看乌尔 与正修时 生许能知 尘调是正知法 刚刚那是第一段 决则尘调是像 什么是沉默 什么是调局 他的像状你要认识 不是乌尔 虚尔 那个 这个 生有虚 还是虚尔 我们先认识病 调局很容易知道 但沉默 我们刚讨论了半天 讨论一节 这一节课 都在讲沉默 这件事情 其实之前 有讲了一些 要先认识 这个时候 才谈到 这个第二段 正修的时候 生起 能够知道 尘调的正知法 先不说 怎么对峙 先说 怎么样去知道 去知道 这个毛病的显现 当中分为五段 第一段 要生起正知 了知是否 生起尘调 仅知尘调 尚为不足 旭业修时 生起正知 如实了之 是否生起尘调 仅知尘调 就是说 你只是 听我们上课讲 知道什么是昏尘 什么是沉默 什么是调局 理论上知道 尚为不足 你理论知道 你只是知道 下课的时候 忘记了 也不在心中 放在心中 那没有用 你辈子就这样修行 就这样下去了 应该怎么做呢 虚与修时 生起正知 要把它拿来用 把这个 刚刚讲 沉调的这个检查 拿来用 也就是生起 这个正知的检查 然后来如实了之 是否生起尘调 如实的知道 这个内心 是否跟尘调相应 由其具立正知 须见自身 故于生成调以 随即生起 明辨彼之正知 故不待言 众位生起 而将生者 亦去生起 能查彼之正知 具立的正知 正知有分等级 刚开始我们的正知 力量都是很薄弱的 但是修行久了 这个力量就强调了 具立的正知 这种有力量的正知 要坚持地生起 什么叫坚持生起 第一个呢 故于生成调以 随其生起 明辨彼之正知 就是说你现在 已经在成调了 已经在沉默 或者调取当中 你看到你在沉默 在调取了 你马上就能够 马上就能够明辨 检查出来 那么这样的正知 顾不代言 那当然了 这个就不用说了 但这个还不叫做 具立的正知 我们刚才讲 箭持生 最具立的正知 是什么 底下所说的 进一步 众位生起 而将生者 亦去生起 能查彼之正知 就像我们看到 外面 这个水气很重 天上乌云密布 我们知道 快下雨了 你赶快收衣服 收棉被 这个就叫距离正知 你不会说 你不可能说 这个天鹰了 还不知道收衣服 然后雨已经看下了 哦 下雨了 那个 那个叫做 不距离正知 所以呢 这个下雨 这个是我们的 我们的经验 而且你重视它 谁都不希望衣服 或者棉被淋湿 所以我们过去的经验 知道 天气潮湿的 闷闷的 天上乌云密布 快下雨了 赶快收衣服 不要等 这个时候 因为这个时候 快下大雨了 我们会知道 在它还没有 升起的时候 就要知道了 那么修行也是一样 你快要进入了 快要进入 那个调局 快要进入沉默 它有个感觉 你感觉那个执行力 已经不太稳定了 你要知道 这个东西 这个东西 当然你要去实践 慢慢去操作 去感觉它 好 先下课